以吸血鬼獵人為題材所製作的遊戲 《惡魔城》系列呢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成績 明年也要有新作品在任天堂3DS上發售囉 請玩家們一起跟我期待推出吧 KONAMI 公司所推出的經典動作遊戲 《惡魔城》系列 除了在今年公布了新作《惡魔城 暗影主宰2》之外 也有另外一款在劇情上 相呼應的《惡魔城宿命之境》 《惡魔城宿命之境》故事 設定在《惡魔城 暗影主宰》的25年後 主角則是系列作中曾經出現過的拉爾夫·貝爾蒙特 加上他的兒子西蒙·貝爾蒙特 而遊戲以全3D多邊形方式製作 卻又維持2D橫向卷軸的玩法 各個主角有不同的能力屬性 在闖蕩廣大的惡魔城也有不同的冒險感受 而遊戲預定明年在任天堂3DS上發售 請玩家們期待正式推出吧